大家对于蓝白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有兴趣 跟大家报告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蔡碧如是很要好的朋友 但是我支持蔡碧如 不是只是因为私人的关系 私人的交情 我支持蔡碧如 是因为要让台中更好 让台湾更好 对不对 对 家长人在问卢秀燕 你为什么要做蔡碧如的志工 做她的主任委员 我说为到台中 不是为到台一栋 也不是为到我们的树高 是为到台中为到台湾 我支持蔡碧如 为到台中为到台湾 有三个理由 蔡碧如有三个特质是一般候选人 很少有的 第一个 她当过台北首都市长办公室的主任 五六年 大家都知道 收到市长的旁边 所以她对一个生死的发展 输求 要怎么落预算 要怎么争取预算 她比白人 有更专门性的了解 另外她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 有通盘性的了解 掌握 因为她以前就是市长办公室的主任 另外她也最过立法委员 她也当过立法委员 所以在地方 在中央 她会对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 她有办法去串联 她有办法去规划 她有办法去争取跟配置预算 这就是蔡碧如 是白人没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要去台北做捷运过吗 台北去做过的人 举手 方不方便 台湾第一个发展捷运 而且发展最快速 路线最多 同时规模最大的捷运系统 在台北市 我们是全国第二大都市台中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台中有捷运 譬如说捷运蓝县 踏五车 我们现在就是在五车 如果踏五车这个地方 大家说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第一个 蔡碧如有地方中央的经验 她到国会去 一定会帮我们的城市 好好地发生 争取预算 争取建设 对不对 对 第二 蔡碧如是医护出身 她中民众的健康 过去 她就在医护的第一现场 照顾我们民众的健康 她知道民众的健康比什么更重要 炭钱重要 生活重要 如果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 所以蔡碧如在反空污 在反萊猪 反核实 反那种不合法的弹意 拉拉了 会还有争取 应该要争取的疫苗 她会比我们有更多的专业了解 我相信蔡碧如如果做理发委员 她在中央一定会强力监督 不会让那种进口的巴西蛋 国产蛋 做蛋液 让孩子老人 吃面吃的事情发生 她也不会容许中火增加污染 只增气 不拆煤 以一点的严格的把关 替我们说话 替我们发声 照顾人民的健康好不好 好 第三个 蔡碧如跟我一样 是个女性 是个妈妈 女性从政不容易 达到这些女市长 在立法院里面 女性也是少数 跟我们社会现况 男女比一比一 不符合比例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女性 更多的妈妈发声 我是女性市长 我重视教育 所以台中市的教科文预算 是我们所有预算的占比第一名 我们每100块钱支出 就有40块钱 是支出在教育照顾孩子上面 40块钱 我们是六都教育文化占比 占我们总预算比最高的城市 我们是第一名 可是台中市民 今年加1970亿 去年将近2000亿的预算 到中央去 中央一般预算 分回教育的 分回教育的一般预算 大家知道多少钱吗 按照公式 按照法律 分回才三四十亿 我一年需要的教育预算 大概有500亿 占我2000亿预算里面的 大概要500亿 但是中央按照公式 按照法律 分回的所谓的一般预算 这三十亿 也因此呢 如果我们更强而有力 重视孩子 重视教育 重视社会福利的立法委员 我们这样的女性 妈妈进到国会里面 我相信 在这依法分回 一般预算三十多以外 蔡碧如 一定会帮我们的孩子 帮我们的教育 争取更多的预算 前瞻预算 计划型的预算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